从庆深山惊现不死之深 一男子30年间死了101次 每次头七都会死而复生 淹死 烫死 哪怕是从高空坠落脑浆泵溅 依旧不妨碍他再生 久而久之 有人说他是天上神仙下凡渡劫 水火不侵 连阎王爷都不敢收他 难不成这世上真的有不死之躯 男子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画面中这位老实淳朴的村民叫黄忠泉 作为不死之人 他的故事在重庆善广乡当地 可谓是妇孺皆知 记得八岁那年 姐姐正在厨房忙活 呼听院外一声惨叫 急忙躲步而出 下一秒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头皮发麻 只见黄忠泉死掉朝天 浑身僵硬 痛苦地倒在地上 没一会儿便失去了鼻息 妈 弟弟死了 很快消息便轰动了全村 在黄家人痛苦的哀嚎中 八岁的弟弟披上了练符 就在启程时 族中一位长辈拦住了众人 等头期过了再说吧 孩子投胎一世不易 所谓的头期是指人死后 尸体存放七天 在最后一刻灵魂回到家里 与亲人们做完最后一次告别 就这样 过了一个星期 这天下午就在即将入关的那一刻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黄忠泉的面部逐渐恢复了血色 手脚开始颤抖 最后在亲朋的眼前坐了起来 惊恐之下 父母急忙把他送到了县医院 听完了来龙去脉 医生当即表示 这就是误判 孩子当时压根就没有死 就在黄忠泉的爸妈喜记而泣时 怪事发生了 自这以后 每一年他都会死上那么几次 甭管过程有多惨 最后全都奇迹般的醒过来 肉体反胎的 怎么可能死而复生 由于太过神奇 报纸 媒体 铺天盖地 全都是黄忠泉的头本头条 甚至当地村民还扬言 这个孩子是神仙转世 死犯下来妒劫 也需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故而阎王爷那边不敢收 所以才怎么都死不了 就在谣言传的沸沸扬扬时 黄忠泉又咽气了 这次是被活活淹死的 重庆深山京县不死之身 一男子三十年间死了一百零一次 每次头七都会死而复生 淹死 烫死 哪怕是从高空坠落 脑僵蹦剑 依旧不妨碍他再生 久而久之 有人说他是天上神仙下凡度节 水火不清 连阎王爷都不敢收他 难不成 这世上真的有不死之躯 这一年夏天 黄忠泉带着女儿在地里干活 只听扑通一声 其不慎掉入湍急的河水中 由于天生是汗鸭子不会游泳 女儿哭着往家跑去搬救兵 等到众人赶来时 黄忠泉已经飘起来了 打捞上来两眼翻白四肢帮硬 经过鉴定 他在落水时是头朝下栽进去的 费里早就被水撑爆了 若个一般人席都开了 但黄家人却丝毫不慌 果然没过多久 这个男人又活了过来 如果说溺死是小菜一点 那么从高空坠落脑浆蹦践一地 算是黄忠泉的成名之战了 某天下午 他正在树上摘果子 一个没站稳 结实地掉了下来 说来也巧 脑袋恰好撞到一块锋利的岩石上 当场头破血流冒出了一个窝口 等到家人把他送到村里的小诊所时 大夫都看呆了 只见脑浆粘在头皮上 往伤口里瞧 还能看到神经纤维在跳动 望着一旁哭成泪热的母亲 黄忠泉表情安详地躺在那里 由于事情紧迫 医生索性死马当活马医 拿起针头就缝了起来 与此同时 门外聚集了无数来看热闹的村民 大家都在猜 这一次不死之身还能不能扛住 然而下一秒 奇迹又出现了 在黄忠泉头七的最后一刻 他又跟没事人似的睁眼了 望着他头上那触目惊心的缝口 连村里唯一的大夫都被惊得牙口无言 难不成这世上真的有不死之身 重庆深山经线不死之身 一男子三十年间死了一百零一次 每次头七都会死而复生 淹死烫死 哪怕是从高空坠落脑浆蹦剑 依旧不妨碍他再生 久而久之 有人说他是天上神仙下凡妒节 水火不清 连阎王爷都不敢收他 难不成这世上真的有不死之躯 没过多久黄忠泉脑浆蹦剑又重生的消息 就传得沸沸扬扬 因为违背科学常识 连电视台都惊动了 这一年秋天 一支专业医疗团队来到村里 敲开了黄家的大门 采访过程中 一件小事引起了众人的警觉 那天 黄忠泉脑袋开裂被抬进小诊所后 村医不仅给他缝合了头骨 还本着治病救人的理念 又连着帮他打了三天点滴 用的正是大名鼎鼎的甘露唇 他对于震荡引发的炉内积水有奇效 从而将这个倒霉套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可即便如此 其余的一百次重生 又该作何解释呢 正当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释 黄母道出了一件隐藏多年的秘密 原来黄忠泉在娘胎里时 曾因其带绕井差点没命 长大后隔三差五的 经常积入抽搐 难不成和此事有关 事不宜迟 专家当即驱车 带着黄忠泉就来到了省医院 在这里 医疗团队给他做了一次全方位体检 经过反复对比 最终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黄忠泉所谓的死而复生 并非什么神力 更不是阎王爷不收 而是癫痫病在作怪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三个字 这是一种反复发作的短暂脑功能失调综合症 因属于慢性病 常常会半人终生 发作时浑身僵硬 口角抽搐 嘴巴会不由自主的发出固定的声响 非常诡异 严重的还会肢体瘫痪 伴随瞳孔放大 在缺乏医疗设备的情况下 极容易被误诊为假死 以此为线索 众人走访了目睹复活过程的村民 经过再三分析 专家最终断定 黄忠泉之所以每次都能活过来 是大脑功能又恢复了 既然其他机能开始运作 这与所谓的神仙转世 阎王不收 全都是迷信在作怪 只不过是死因太过恐怖 再加上氛围渲染 导致的以鹅传鹅捕风猪影 至此 有关这位不死神人的秘密 终于水落石出 对此 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